从白天就开始酝酿的梅雨封面 过了午后为北部地区带来了不少的雨量 而且能几个山区的部落的十雨量更是惊人 至于这种剧烈的天气状况会持续多久 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七项主播阿爸斯 今天早上明明都还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结果到了下午就开始下起雨来了 而且这个雨还不小 雨都下在哪里呢 先带你从雨量累积图上来看 今天这场雨是从山区下到了平地 而在我们以北部的山区的降雨是更为的明显 今天下雨最多的地方是落在新竹坚持的梅花部落 也就是这个红色色块所在的区块 一直到下午5点之前为止 日累计雨量是超过了135毫米 而且在下午1点到2点 这短短一个小时之间就下了超过85毫米的雨量 雨是相当的惊人 而目前各地的雨都还是持续的在下 这雨怎么会这样下 还要下多久呢 再带你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我们是位处在一个大低压带当中 而我们台湾附近的云量跟水气都偏多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道封面呢 它是开始逐渐的接近 天气状况不太稳定 中午过后受到午后热对流发展的影响 部分的地区呢就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震雨 而随着封面逐渐接近 并且通过我们台湾上空呢 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 各地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因为对流云气比较旺盛的关系 所以呢除了下雨之外 有时候都还会伴随着雷声隆隆 随着这个强降强对流呢 一波接着一波的移入 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 甚至是好雨的情况 随着封面逐渐的通过呢 南部地区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南地区呢 有一些对流比较旺盛的云气 持续的在生成 这些云气呢就会开始逐渐通过 我们南部的上空 所以明天南部地区的降雨 会比今天还要更加的明显 要提醒南部地区 特别是山区的观众朋友要留意了 预估到了礼拜天 封面逐渐难移到了巴士海峡之后呢 各地的降雨才会稍微的减缓 而同样是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 明天呢我们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的海域 包含我们的蓝雨绿岛 以及各个离岛地区 还有沿海空旷地区 都容易出现强震风 临近的海域呢 风浪也都会比较大一些 要提醒近海作业的船只 还有要到海边去活动的观众朋友 要注意安全了 而这个下雨了 热乎乎的天气 会不会稍微的降温一些呢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 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 大部分都是超过了30度 而最高温就落在我们屏东的恒春 超过了34度 不过下午开始因为下雨了 所以各地也都稍微的降温 温度感受上其实反而比较舒服 从地面天气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从今天晚上开始影响我们的封面 它到了明天晚上就会来到这里 并且逐渐的往巴士海峡移动 而这个封面呢 移动到了巴士海峡之后呢 它会在这边停留一段时间 所以各地的降雨会稍微的减缓 雨区也会缩小 但是我们的东半部 还有南部地区的降雨呢 还有天气状况都不会那么快的稳定下来 明天受到下雨的影响 各地的高温都会往下滑 而且会稍微的转量 我们北部还有宜兰的高温呢 大约只有24度左右 而其他地区高温也都只有28到30度 接下来带你来看 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的第一波梅雨封面 今天来报到了 各地除了容易出现断食强降雨之外 山区的观众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周遭的环境 以防吸水暴涨或是摊房落石的情况发生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